李二离开皇宫的时候 跟毛小冬一起走在那条御用狼墙之中 总觉着给身旁的老人算起了一把 有些闷闷不乐 毛小冬笑道 认错了就行 你还真要打得他们个个躺着离开皇宫啊 以后你儿子是要在京城书院求学很久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如今让他们自认李亏 加上大随皇帝都觉得欠了你李二一个天大人情 不挺好 李二叹了口气 总觉着这些人不长记性 我又不能留在书院 以后毛老你多照顾李怀他们 毛小冬点了点头 应该的 再说了 不是还有个易阳俊高氏老祖吗 对吧 一位鱼旅老人现身于廊墙之内 点头笑道 对的 李二你这次主动退让一次 大随自然就愿意拿出双份的诚意 李二点了点头 希望如此吧 毛小冬笑问 李二你在黎珠洞天就是九镜五人了 怎么还活得那么窘迫寒酸呢 如今更是十镜五人了 整个东宝平州的五道前三甲 而且战力肯定还要在宋长镜前头 就没想着告诉家里人 好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吗 哦 给我媳妇穿上花衣服 穿金带银 让李柳有一大堆胭脂水粉 李怀每天大鱼大肉 就真是对他们好 我觉着不是 万一你媳妇子女觉得是呢 有人让我不许这么做 这是一方面 二来我自己也是这么觉着 以前小镇上就我媳妇她家那些亲戚 那还不得坏事做尽 到时候我怎么办 打死他们 跟他们讲道理 人家会听吗 还不是嘴声一套背地里一套 最后肯定只有我媳妇最伤心 自家和娘家两头难做人 当然了 在黎珠洞天里边 家境再好 也好不到哪去 李二完全收敛气势之后 真是比普通汉子还不如 缩头缩脑的模样 但是言语之间眉飞色舞 再不像以往在小镇那般 扫梅大了眼窝窝囊囊 虽然一直待在屁大的地方 可这点道理 我还是想得通 一家人安安稳稳的 谁都饿不着 儿女媳妇 想吃就吃得上肉 嘴馋了 我也能喝得上一口酒 比啥都强 李二望向狼墙外的京城风景 有句话放在心底 没说出口 我哪怕真的是个窝囊飞 可如今在我儿子心里 我李二已经是个还不错的爹 没给他丢人现眼 你们知道我李二知道这个后 有多开心 李二一想到这儿 就告辞一声 一闪而逝 火烧屁股的赶往东华山书院 除了想念那娘仨 再就是一件关于儿子的事情 他李二如今可以出手了 毛小冬感叹道 李二算是活明辈了 很多聪明人远远不如他呀 说书先生笑道 甲子之前的石敬武夫 怎么可能真是蠢人呢 不过这位鱼驴老人唏嘘道 不过就目前看来 还是三人之中 战离最弱的大离藩王宋长静 最有希望达到那个境界 不单单是宋长静 年纪最轻这么简单 宋长静的武道心性之好 比年纪轻轻还要可怕 你是说 那人以绝对碾压的姿态 出现在大离皇宫后 宋长静敢于誓死不退吧 你是想问大离的白语楼 到底是真是假吧 两位算是活成精的老狐狸 并肩而行 视线没有任何交汇 李二回到住处的时候 媳妇他们正在吃饭 临手一弄了两大十盒的饭菜 满满当当一桌子 妇人跟李怀坐在一条长凳上 李柳和林手一相对而坐 还有一条凳子 留给了迟迟未归的汉子 两手空空的李二走到门口 才记起忘了买点东西 因为有林手一在场 妇人只是丢了个等下 再跟你算账的眼神 李二搓着手坐下后 发现还有一坛子酒 李二看了眼林手一问道 要不一起喝点 林手一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我酒量不好 就陪李叔叔稍微喝点 李二咧嘴一笑 酒量不好怎么行啊 妇人怒道 怎么不行了 家里有一个酒鬼还不够 林手一多聪明一人啊 顿时手一抖 差点把递过去 接酒的大白碗 给摔在桌面上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冷峻少年 在这一刻 笑得如何都合不拢嘴 李二也给妇人吓得一哆嗦 同样差点没拿完酒坛子 李怀使劲啃着油腻的大鸡腿 含糊不清地说 对啊 明天我去山脚帮你买糖好酒 钱我跟林手一借 以后先让陈平安帮我还 你只管喝 李二笑竹颜开 重重地哀了一声 像是从儿子那边 得了一道法外开安的圣旨 奉旨喝酒 在媳妇面前就心里不虚啊 夫人在儿子这边 那一向是和颜悦色说话的 酒可以买 卖最便宜的就行了 你爹喝好酒 那就是糟蹋银子 李二给林手一倒了大半碗酒 再给自己倒了一碗 点头笑道 对对对 便宜的就成 不用好酒 李怀翻了个白眼 娘 你就这么管天管地的 真不怕爹哪天跟个小狐狸精跑了呀 夫人朝对面 汉子眉眼一抛 暗藏杀鸡 他敢 再说了 那也得有人要才行 对吧 汉子赶紧喝完一大口酒 点头说 是是是 没人要 夫人一拍桌子 没人要是一回事 你心里有没有歪念头 又是一回事 说 有没有 汉子立马放下大白碗挺直腰杆 保证说 绝对没有 然后夫人就斜撇一眼 正今微作喝着酒的林手一 再笑着对自己的女儿说 柳儿 以后要找个老诗人嫁了 知道不 才不会受欺负 少女微微点头 始终笑而不言 只是俯身给李怀碗里 夹了一块 剔去了鱼刺的鱼肉 林手一只敢用眼角余光 偷偷看着少女 酒才喝了一小口 就有些醉醺醺 痴痴然 就像是看到了 世间最美的山水画卷 第二天 李怀偷偷给他爹 买了一壶好酒 拉着他爹在湖边 蹲在一旁 看着他爹喝酒 小声叮嘱 这壶酒 爹你先喝着 那壶便宜的放屋里头了 回头饭桌上再喝 娘亲就不会说你了 李二笑着点头 使劲喝酒 汉子觉着这笔什么 寄身实际高兴多了 汉子憨憨的问 老贵了吧 孩子双手拖着腮帮子 看着自己的爹 笑脸灿烂 答非所问 爹 你放心 我在书院过得挺好 真的 你们还能来看我一趟 我可高兴了 汉子点了点头 只敢低头喝酒 差点喝出泪花来 他这才想起 昨天回来的比较急 好像忘了还有个菜精神 没见着 等喝过了酒啊 这次就不去讲道理 先打一顿再说吧